聚阶上级阿棱姐受伤 我考虑到她的伤势恶化 只得前往原先目的地求助 对方却让我留一言 不是之前谈得挺好 转身跟我翻脸 你是有病吗 哼 在我的地盘上 还轮不到你来质问 留一言的机会 要还是不要 当然要 阿棱姐大牛 我这次怕是要完蛋了 我察觉到情况不对劲 准备交代后事 可两人不干了 哼 谁敢动你一下 我跟他玩命 我烂命一条 要是没有十三哥 说不定我早臭了 你们闭嘴 这次必须听我的 没有任何条件讲 你说吧 你们要是能活着出去 都要好好的 别想着替我报仇 帮我转告叔叔 让他忘了我 唉 我说不出口 你自己回去跟他说 一命换一命 我来换十三的命 我没什么骨气 但让朋友 替我去死这种事 我干不出来 我在这边没有援兵 知道自己逃不掉 不过心中挺疑惑 觉得机关算尽 没理由出错 到底哪出了问题 老板跟他们是合作关系 街头人 房多是他们的人 我把话全说清楚了 最多赔一批 诸宰损失 没理由为难我 说完了就走吧 出这么大的事 总得有个背锅的 待会给你个痛快 一闭眼就过去了 我十三步不小心 没想到会是这个下场 真我能 你别感叹了 拖延时间也没用 走吧 只剩猎刀了 它是我唯一翻盘的可能 我想到猎刀 心中生起一丝希望 之后跟着西蒙来到外面 坐上车离开 我们这是要去哪 芭蕉树林 在那边把人宰了 挖个坑一埋齐活 你们做那种生意的 不该对我掏心掏肺吗 看在你老板那层关系上 给你留个全尸 面子上才过得去 好奇葩的脑回落 随你们便吧 我摆出生无可恋的座态 实则观察四周环境 经过一段颠簸的土路 到了芭蕉树林 到地方了 再看一眼世界吧 还有好多事没做 挺令人留恋的 猎刀你到底在哪 出来随便开一枪 只需制造混乱 我今天便死不了 行了来是小心做人 给他戴头套 西蒙声音落下 有人用黑头套罩住我 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情况不大对我不会 真的赶在这里吧 找到了 他在同逢报信 都要别赶我 是他们逼我的 你个狗叛徒 我这辈子最恨背叛 去见阎王吧 枪声响起 我身体不由的一颤 却未感觉到任何疼痛 嗅到淡淡的血腥味 你们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十三松开 像个棒锤一样 随着头套被取下 我猜出大概情况 当即发火道 关于这件事 我需要一个解释 十三兄弟实在抱歉 没能事先通知你 是因为我们有个计划 需要你配合 说清楚点 幸好我没有心当病 否则刚刚被你们送走了 昂多一事 我派人去找过 可他总能提前不属 说明我身边有他的人 然后你令我 做出要处决我的样子 故意引诱那个人发短信 说的全对 在几轮争斗下 你已成为关键人物 知晓昂多不少秘密 如此大的是 内鬼必然向上汇报 事情搞清楚了 还崩掉内鬼 现在还要嘎我吗 十三兄弟说笑了 你们埋掉那个人 撤 西蒙的行动结束 我们再次返回园区 眼前一幕 把我惊呆了 阿棱姐大牛 你们日子过得挺滋润 看来全知道了 害我白担心一场 刚刚在你走后 便来了几个人 将我们送到食堂 说明大体情况 差点被吓出心脏病 不过活着比什么都强 十三哥吃东西 你说的没错 在人家地盘上 吃亏只能认栽 我坐下吃东西 经过一顿折腾 饿得渴不清 饭后 我们被带到房间休息 你们的活动范围 仅限于房间内 有需要跟门口的人说 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回去 明天再说吧 有些事我还得沟通一下 知道了 只是总待在房间里 感觉挺无聊的 最多能去到操场商 其他地方绝对不能去 否则嘎了别怨我 记下了 你去忙吧 我们三人待在房间里 担心有窃听设备 不敢乱说话 阿棱姐你的伤怎么样 没什么大碍 这边的医生很专业 还给我打过抗生素 过几天能康复 那就好 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十三哥对方态度大转变 我们应该没事了吧 麻烦才刚开始 不幸等着看吧 抓紧时间休息 养好精力才能应对危机 目前安全得到保障 我懒得多想 当西蒙再次找到我 已经是第二天 你应该沟通过的 今天可以送我们走了吧 你暂时走不了 因为猪仔跑了吗 猪仔的事 两位老板已协商解决 不过是些经济损失 没什么严重的 不会要留我在这边打工吧 留你打工 我担心饭碗不保 等搞定昂多的事 自然会送你回去 玩犊子 他要留我卖命 我没答应 脑子疯狂运转 思考能让我离开的说辞 西蒙却把卫星电话凑过来 你老板电话 他有话跟你说 老板这次的事不能怪我 船刚靠岸 就碰上假街头人 后面 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 你人没事吧 暂时没大碍 可这边太过危险 我想尽快回西港 猪仔的事 我已经帮你化解 那边出了叛徒王渡 你帮他们搞定一下 大家免子上都过得去 处理完再回来也不值 是我听老板的 话说得很清楚 我没法子拒绝 只能再冒一次险 你想怎么对付昂多 找到他的老窝 动用武力一锅端 现在找到了吗 暂时还没有 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确定昂多位置 我派人去通知你 希望尽快解决昂多的事 成天待在房间里 迟早憋出病 那要妹子吗 我叫几个过去陪你 不用了 保存好体力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时间一晃过去两天 西蒙终于传来昂多的消息 昂多找到了 但情况有些复杂 十三你准备一下 需要你带一对武装前往 我对这边的情况不熟悉 做辅助工作好了 当主力容易出乱子 推辞不掉的 你留在这边就得出力 况且昂多坑惨你 此次正好报仇 看来我只能完命了 什么时候行动 三天后吧 我找武装力量需要时间 准备好了通知我 这地方太无聊 我要去镇上转转 可以你们三个人 必须留下一人在园区 得到西蒙允许 我跟阿棱姐去到镇上 顺便买了个手机 确定过了 没有人跟着 大牛还在园区 西蒙笃定我不会跑 你打算联系谁 八面 在这边我认识 而且有武装力量的人 只剩他了 记得你跟我说过 八面活着的事 不能让你老板知道 而此事牵扯到你们园区 不让他露面就行了 你先跟他沟通 若是能谈成 告诉他猎刀的联系方式 我这边跟猎刀说明计划 后面的事就简单了 就这么丁了 我与阿棱姐商量好 拨通八面手机号 庆幸他还在用 是我十三 好久不见 你有什么事 我在庙瓦底 需要你帮忙 从大奇力到庙瓦底 路程可不静 晚时间内赶不过去 况且我们的人情债 已经两清了 我知道 你不欠我什么 此次你只负责接应 酬金一百个干不干 看样子是完命的活 最少一百五十个 成交 三天内赶到庙瓦底 应该没问题吧 时间是够的 我给你说下详细计划 每个步骤都很重要 你要听清楚了 我交代完事 便丢掉刚买的手机 回去后果然被搜身 三天时间一会儿过 西蒙叫我到操场上 昂多有两个窝点 我不确定他在哪一个 避免打草惊蛇 要同时动手 就这么点武装人员 还要兵分两路 怕是不够用 借人时出了点意外 我们只能冒险 阿冷杰以前在这边混的 认识的武装不少 你肯给马奈的话 要多少武装人员都没问题 重点是抓住昂多 你报个数给我 拥兵很贵的 给五百个 最多二百个 这里的武装人员 给你三分之一 应该够了 给我马奈 不过部分我来出 另外手机啥的 也该配给我了 方便联系沟通 我提出的要求合理 西蒙全部满足 之后 我带上大牛和阿冷姐离开 随行的 还有一队武装人员 出园区后 阿冷姐及时打给猎刀 却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 十三猎刀失联了 各位粉丝宝宝们 抄前观看 在我主页置顶作品左下角 感谢理解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